今天頭條要帶您來回望一下2016年 可以說不走尋常路的特朗普 是贏得了美國大選 這可以說是年度最大的黑天鵝 那麼屆時世界政治經濟局勢 都將會出現新的變化 那麼中國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 來迎接挑戰呢 十天後 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 將正式就任美國新一屆總統 受選以來 其獨特的作風和觀念 使得外界議論聲不斷 而特朗普將執行的新經濟政策 也使市場反應強烈 美元持續走強 美股一路飆升 美國市場一片繁榮景象 然而特朗普的種種對華不利言論和政策 也使得中國經濟貿易 在未來還將摸索前進 對此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特異教授 曾元昌博士認為 贏樂觀地看待對於特朗普上台後 中美之間的貿易較量 他稱 中國始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而供給策改革 也在中國內地取得一定成效 基建也在悄然增加 面對美國未來幾年的新政策 主張大興基建的特朗普 很可能需要中國的援助之手 因為美國早已不擅長基建 特朗普和中國的貿易的糾紛 並不會帶來什麼很大的危機 就是因為中國已經足夠大 特朗普要搞基建 他現在面對第一個問題 就是他沒有技術 因為美國已經很多年不搞鐵路 所以美國人已經不懂得做火車的了 不是不懂得做 不懂得做那些高速度的火車 所以還是那些很慢的火車 所以每個人要起高鐵 要玩中國 此外 曾雲創還表示 美國認為中國操縱匯率純屬無稽之談 亞臺第一位是潘雪柯 劉曉布 好 今天直播間我們請到的嘉賓是 鐘頭 奧陽基金經理 溫剛成先生 就財經關注點來進行解析 謝謝您好 可以說現在這一段時間 全球都非常關注的就是 特朗普之後的這個任職 那麼在其實他在這個就職期間 在競選期間的時候 可以說是滿嘴在跑火車 那麼大家對他之後的 這個執政的真實性 也是多少是有一些疑慮的 因為一旦他這個上台之後 我們知道他有很多新的這個政策 又把現在這個格局 就會全部給打亂掉 那麼我們發現其實他有一點 是非常的認真的 就是關於這個貿易保護措施 好像他是相當的認真 如果說他真的把這一條 貿易保護站給打響的話 其實對於他的美元 以及美元資產會有多少的影響呢 其實貿易方面 大家根據過去去研究他的那些政綱 或者是他曾經對外面說過的言論 其實早在90年代 他已經開始說了那個貿易方面 要把他搬到那個國內去 就是美國那邊去 一直到現在其實都沒有改變過 那10至20年來都沒有改變過 所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 特朗普對貿易方面的那個關注點 是他所有政策裡邊最關注的一個事情 還加上最近其實大家看來就是好像豐田汽車 他本來就是想在那個麥斯哥去做那個Colola 那個小型汽車1.5公升的那個小汽車 他也發炮了讓他搬到那個美國去 否則他們會徵收那個很重的稅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國內的工廠 比如說好像那個Ford或者那些GM 甚至最新的那些Crisels他們也是 他也是針對那幾個汽車廠裡頭去做事情 所以我想他真是1月20號上台以後 他肯定肯定會對中國方面有一些動作會做的 但關鍵是那些動作到底是有多狠有多深 那個是一個很大關鍵 但他本身對於中國方面來說 或者是對於中國人來說 其實已經1994年已經有一個不好的經驗 為什麼呢 他之前其實跟香港的商人去做地產 搞地產 最後的結果是大家要到發庭來去解決那個問題 因為把土地賣了 他覺得那個樓賣得太便宜 然後去發庭上面去大家去鬥 結果就是他輸了 所以那個他虧了 但那個時候也影響到他破產 其中一次破產 也是那個時候發現 一個時候做出來的 所以我想特朗普上台以後 那個貿易政策肯定會影響 但會不會到那個很緊張的那個地步了 我想要看看他的那些 其他的官員怎麼去配合 但他現在為止了 暫時他請的那些官員 其實對中國好像都是有敵意的 不是很不懷好意的那些官員為主 不過大家非常疑惑的就是1點 因為他在這個競選期間的時候 又是抨擊現在現在的這個美國的醫療系統 然後也是對現在的有一些 這個人造股市表示非常的不滿 但是我們來看為什麼他非常執意要做 要推行這個貿易保護主義 就是這一點上為什麼他如此堅持 他就是覺得或者他的那個團隊好多都覺得了 就是中國人把那個美國的那個 全球霸主的那個地位了 所以他的那個slogan是用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令到美國再次強大 其實美國什麼時候不強大 我都想問問他 但他那個是他那個口號 變成了他對於第二的競爭對手 我們因為中國是他一直冒起的很快的一個競爭對手 好多美國人尤其是那些南嶺的人 就是當工人的那些人 好多時候你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他們的言論 好多時候都是針對了 現在是奧巴馬 就是說中國經常是對於奧巴馬沒有禮貌 或者奧巴馬也沒有對禮貌 對中國那個習主席沒有禮貌 尤其是在那個之前G20的那個會議上面 在那個YouTube上面找到很多很多這些騙子 他們就是那些南嶺的人 就是美國那些工廠的人 他們就是可能心裡好像不舒服 因為好多機位 在美國方面他們看來了 有兩百萬份機位是搬到中國那邊來 他們就好像丟了兩百萬個機位 就是結果就是那幫人就想把它搶回來 第一 第二就是讓美國其實在全球裡頭 繼續一個霸傳的第一個地位 所以我想那個 因為特朗普給我的感覺 他還是一個挺白人主義的一個人 他寧可跟俄羅斯去建交 俄羅斯登那個友好 也不願意跟中國方面 其實暫時為止 他對於中國的評論都是負面為主 我還沒有看見他對於中國 有什麼正面的那個評論 所以那個1月20號大家都是很關注 尤其是星期三 因為他本身這個星期三 他會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那個時候他到底會說什麼 會不會對中國方面有一點說話 會說出來了 那個大家都很關注的 也就是說其實對於這個美國來說 有很多的這個藍領階層的話 對於現在這個工作的機會 就業的機會是有很多的不平衡的 而且現在好像是相當於這個美國的一個霸主的地位 受到了這個第二強大的這樣一個經濟國的這樣一個威脅 所以是有一些不自信 那麼來提到這一點的話 所以也可以從另外一點看出來 就是這個特朗普現在來任命一個非常強硬的貿易代表 那麼這位代表呢 之前其實也是在美國跟日本在打這個傾銷戰爭 反傾銷的戰爭的時候 這個官司的時候 其實是有起到一個非常決定性的作用 就是羅伯特 那麼這個人呢 現在呢又說要來幫助他做這個貿易代表的話 所以我們要來想像一旦這個反傾銷方案來實施的話 這個中國一定是首當其衝的 那麼到時候我們現在來看 對於這個鋼鐵的反傾銷 因為鋼鐵在這個中國方面是庫存非常之多的 那麼一旦可能這個反傾銷官司真的打起來的話 那麼中國輸了 結果導致可能很多的這個中國這些鋼鐵廠會面臨到倒閉 那麼有很多這些就業機會就會流失掉了 那你怎麼來看這樣一個問題 其實那個習主席或者他們團隊其實已經看得出來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本身之前已經開始那個公車車改革 那個公車車改革那個改革 其實對於那個鋼鐵方面那個 他們那個行業實際上有一個比較好的影響 但那種好的影響會不會這麼快的能夠出來了 或者那些應該倒閉的那些小工廠 會不會已經倒閉完了 或者是甚至乎會不會影響那些大的工廠了 所以我想了為什麼那些中央的管理層 為什麼推那個一帶一路 其實一帶一路其實就是好多都是用鋼鐵做的那些鐵路 或者那些基建 他就是把那些產能過剩可以慢慢慢慢地賣到別的國家 或者做一些大的基建去解決那個問題 但特朗普現在如果發那個像中國那些發炮了 到底結果是會不會再影響那個中國鋼鐵業方面影響的再深一點了 那個我們還是要一邊走一邊看 但我想了中國其實已經有一個準備了 然後還加上了貿易戰方面 其實中國其實已經對於那些美國企業已經發出了警號 因為本身就是現在那個美國那個貿易部部長了 其實中國已經跟他打性交付了 如果您正是那個特朗普政府正是要跟我們加關稅 加到45% 或者加得好高的話 他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同樣對於美國來中國的貨品 也可以同樣加關稅 其實美國好多農產品都是運到中國來賣 其實中國因為過去發展工業 工業方面好多農田都沒了 好多是大豆 我們是他最佳的那個買家 我們好多豆子品都是跟他們買那些黃豆 然後再加上其他水果 其他農產品 然後再加上藥 汽車那些都是我們有把握 可以跟他們去討價還價的那個板塊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真是兩邊真是打起貿易戰方面 兩邊都不好 對於大家的那個戰略的經濟方面 都是有個負面的影響的 這就是兩敗俱傷的一個局面 那其實不光有這個貿易戰爭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貨幣戰爭 因為我們來看到其實這個特朗普一直在說 這個中國就是這個人民幣的匯率的操控問題了 所以這個中國是操控國 那其實這一點來說的話 早在這個八年之前這個奧巴馬其實他當時也是提過的 他說這個中國是在操控這個人民幣的匯率 所以才導致了對美的順差 那你怎麼來看有沒有可能說 因為我們知道奧巴馬在這八年期間呢 雖然他在競選之前有提過 所以本身特朗普呢 之前已經就競選的時候已經說了 如果他閃任第一天 他可能就已經把中國列為那個貨幣操控國 所以其實他對於那個話題 或者那個題材方面呢 他肯定會針對的 然後特朗普本身其實對於貨幣政策方面呢 他也是比較不太認識的 因為為什麼他本身是一個商人 就是本身就是蓋樓蓋房做地產業的 他對於美元方面殘弱 其實過去呢 我們翻查過他那些言論 他還是不太懂 因為為什麼說他不太懂呢 他就只覺得美元越弱就越好 因為幫助他們出口 幫助他們貿易方面呢 拿到更多的訂單 所以我想呢 他肯定逼中國 他肯定令到中國盡量想辦法 把人民幣推高一點 但中國方面來說呢 現在我們其實以奈美國的那個 北利其實越來越低了 因為過去了 那個歐盟其實已經取代了美國 成為那個中國第一大的貿易夥伴 然後還加上了 其實我們跟那個東南亞的國家 就是那個阿西亞那些國家了 其實那些貿易也挺多 如果暫時打起貿易戰 我們暫時為止 把美國那一塊擺開了 其實對於我們的影響 我想是有 但那個影響也不及遇到 很厲害的那個水平 好的謝謝HIRIS的分析 那我們也是稍稍休息 待會回來 謝謝HIRIS